大家好,我很高興又來到獅子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 在幾年前,我有一個機會被邀請去大陸工作 當年人工也不錯 考慮過搬去上海,舉家搬去那裏 而福利、薪金都很有吸引力 但其實有幾個主要原因令我不考慮搬去大陸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希望不要覺得我是撒毀任何地方 只不過是個人意見 幾年前為何不搬去中國 始終都是自己很多年都沒有回過去中國 尤其是很多年都沒有回過香港 已經住在英國很多年了 生活習慣、水平、氣候 很多東西都已經習慣了英式的生活 你說回香港已經很不習慣了 例如氣候、天氣、風土文化、生活壓力 已經覺得我會很不習慣 跟何方去上海呢 所以想了很久 就覺得完全是不可以選擇的選擇 覺得是一個很可惜的選擇 不可以選擇搬去中國 當然有想過可以跟家人之類 但其實這麼多因素都令我覺得有卻步 第一點就是食物安全 吃頭要注意打得去 就打又奧 吃嗎這樣打 會不會中毒啊 不管它 不管它 吃管賣啊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吃齋吃了很多年 因為自己身體有問題 身體有事 對於健康的飲食很注重 我個人來說 我也是吃齋的 而家人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吃齋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 在大陸之前有奶粉的問題 大家都對於吃奶粉 對小朋友 這麼多年來 都是很擔憂的 這不是只有這個問題 你一聽見 所謂的坑渠油 這三個字 已經是很大人害怕的 我看到很多不同的新聞報道 就算是 在中國的媒體沒有登出來 在小報道都看到 所謂的Sewage Oil 這個已經是很恐怖的事實了 就算到死星級的酒店 有些地方都難以避免 有些二、三線的城市 食品的安全更加可怕 所以這是令我很大脚步的原因 因為你就算多有錢都好 都很難避免這件事 你吃的東西和喝的東西 我覺得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第一 你賺了多少錢都好 你都買不回健康的身體 第二點就是房屋的問題 就是樓宇的質素 你看回在深圳 例如 若干年 之前的二十年 我都每天都回到深圳 有些地方 真是 深圳算是一線城市 在中國來說 如果你看回樓宇 他們二千年建的樓宇 那些樓宇的質素 真是一般 比在香港 那些樓宇的質素 有些所謂的豆腐渣樓宇 有些他們 已經是小的問題 如果僅去到二三四的城市 就更加租高 情況是有些所謂的鬼城市 整個城市是沒有蓋房子 蓋房子也是蓋房子出來 這些都是令人非常擔憂的 當然 想著本來一個城市做事 都是想有一個安樂窩 我不想我們家人全家人都變成遊牧民族 不停地去旅遊 始終有小朋友 始終都要設定單 要買樓 要供樓 這個手續 我打算是人生必經的道路 人生必經的道路 不可以避免的 若然要去想的話 一定要就是 其實我們究竟為了這個人世做什麼呢 都是想著自由 可以自由選擇自己食物 自由選擇自己住的地方 開開心心地可以選擇 有一個選擇 開開心心地選擇自己喜歡的食物 以及覺得是安全的 放心地去生活 這是很重要的 第三點 就是教育的壓力 同僚的壓力 我覺得小朋友 我們都剛才說過了 開開心心 我也是很希望 小朋友開心地去學習 讀書 當然大陸也是很多 很高級的教育水準 當然是有國際學校 但我也希望可以秉承 一個自由思想的空間給小朋友 讓他們可以自己選擇 究竟他們出路 或者他們做每一件事 做不做功課 讀書 看我來說 我都看得很淡 我都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自己選擇 因為始終人生都是他們自己走 我不想他們被迫 一定要補習 一定要跟分數 這麼辛苦 我就不想他們爆煲 老實說 如果分數 因為明顯 令他們有精神 有影響 這是很長線的 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 Payoff 反而不夠精神健康 和身體健康 四點大家都知道 空氣污染 在大陸是非常嚴重 看到大城市的霧 他們這麼大霧的情況 長期在這個生活環境下生活 對健康絕對沒有好處 所以 因為這幾點 我沒有選擇在大陸住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分享 如果你們喜歡 去留言的話 就麻煩你給個留言 給個讚 給個追蹤 會給我們很多鼓舞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感想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給個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下次見